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活得像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而小白唯一的温暖就是她的男友 可男友因为重病身体意志不好 筹集男友的药费成了她唯一坚持的动力 一个意外的机会 小白看到一个招工广告 她怀着忐忑的心接受了面试 老板金发姐告诉她 她的工作很简单 只要在一个陌生的房间睡上一觉 就会得到高额报酬 但是在这之前必须喝下一种药水 确保醒来后不会记得任何事 当然自己会保证她的安全 面对高额的报酬 小白欣然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她在房间内沉沉睡去 像一个睡美人在等待她的王子将她闻醒 但现实是残酷的 金发女带着一个又一个老男人来到房间 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成功人士 他们对自己的老趣很不甘心 而面对小白年轻美丽的身体时 才会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这种肮脏的交易 他们不允许外界知晓 所以他们剥夺了小白的知情权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小白每天麻木地生活着 这天男友终于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 却下大量的药物抱着小白离开了人世 小白也失去了自己唯一的温暖 她变得更加萎靡不振 她尝试在豪华的房间里睡去 可是带给她的只有孤独 一次次教育 让小白逐渐察觉到了一场 她不禁对自己熟睡后的事充满好奇 经不住好奇心的折磨 她特意去买了一台隐形摄像头 并装在房间安心睡去 而自己沉睡后的秘密就此解开 第二天 金发女像往常一样进入房间 但是这一次老男人并没有醒来 不过她并没有感到意外 回过神 她才发现小白一直没有醒来 她惊恐的上前拍打着小白 幸好小白最终还是醒了 可当看到一旁死去的老男人时 她顿时崩溃 其实沉睡后的小白 在夜晚早已变成了老男人的玩物 而那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人 才是最伪善的君子 希望在她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能从永久的沉睡中心来 鼓足勇气 勇敢面对生活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睡美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